国庆廉假就要登场 台铁书运计划也出炉了 包含国庆廉假前后各一天 总共6天加开各级列车205班 25号凌晨零点开放网路跟语音抢票 而东部干线石明镜也加开 6个班次周四开放订票 高铁则是加开南下北上 共174班次列车 国道方面高工局宣布 10月10号到12号的凌晨零点到5点 以及13号延长到早上10点 国道都暂停收备 每逢廉假出油返乡旅客总市集满车站 下个月就要迎接双十国庆廉假 台铁书运计划出炉 10月9号到10月14号六天全线加开 各级列车总共205班 周三25号凌晨零点开放网路语音订票 10月9号到13号也加开了东部干线 石明镜6个班次的列车 周四凌晨零点开放订票 希望书节旅客人潮 我的小孩在台北要回去都要 那个什么都要提前订票 有时他时间到了订 按下去了就没有 就买不到票了 我都只有这个火车比较快而已 石明镜一直以来都反应的相当不错 那像这一次廉假 我们也提供了六个列次 去回客三个列次 遇上廉假除了台铁 也有不少旅客选择搭高铁 因为我都坐自由座 然后过节我都会被挤在那个门的最旁边 大步道就是用自由座 用站坏就好了 高铁公布国庆廉假孰运计划 10月9号到14号 加开南下87班 北上也87班 总共174班次列车 并且维持了大学生优惠 以及早鸟优惠 另外如果想自行开车返乡出游 也得注意国道收费措施 四天廉假期间 国道采单一费率收费 取消20公里优惠里程 国三新竹系统至燕潮系统再八折 另外国道全线 从10号到12号凌晨0点到5点 以及13号延长到10点都是暂停收费 部分路段也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民众也得多加留意路况资讯 解综合报道